11月27日 在以色列黎巴嫩珍入党庭 火協議生效当天 续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 在续西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 一度平静的叙利亚局势骤然紧张 11月30日 反政府武装已进入该国第二大城市 阿勒坡时的大部分地区 这是自2016年 政府军夺回该市以来 反政府武装首次攻入阿勒坡 叙利亚总统巴什尔阿萨德表示 将继续在其所有领土上 权力和坚定的打击恐怖组织 在离异局势趋缓的时刻 为何叙利亚战士会骤然升起 叙利亚战局将走向何方 本节新闻我们就来重点关注 首先来看最新的战况 据俄罗斯塔斯社12月1号报道 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 副主任奥列格·伊格纳休克表示 叙利亚军方和俄罗斯空天军 在伊德利布 哈马和阿勒坡 持续打击反政府装 过去一天打击了反政府武装的人员 武器 弹药库 炮兵和防空阵地 以及控制中心等目标 至少320名武装分子被打死 并摧毁超过60套军事装备 叙利亚政府军12月1号表示 正在哈马省抵御反政府武装的攻击 具体情况来看从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号叙利亚政府军在哈马省部署防线 抵抗南下的反政府武装 双方在哈马省北部的郊区 发生激烈的交战 反复争夺一些战略要地 叙利亚政府军表示 目前他们已经夺回了 之前被攻占的几个村庄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则表示 他们在郊区与政府军发生激烈的交战 但是他们夺下了哈马省北部的 三个重要地区 哈马之战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哈马失守的话 霍姆斯将成为政府军 守卫大马士革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号双利亚政府军除了死守哈马之外 空袭了已经失守的伊德里布和阿勒坡 反政府武装人员至少20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政府军这样做的目的是 防止反政府武装人员 在阿勒坡形成新的军事据点 那我们电话采访了 现在还在阿勒坡市区的居民 他告诉我们 他们所看到的反政府武装 通常是封散的 在一个街区内 大概两到三名反政府武装 因为他们一旦聚集起来的话 很容易遭到政府军的空袭 大马士革是否能够保证安全 接下来的48小时非常关键 现在已经有媒体在猜测 政府军会将精锐部队 驻守在霍姆斯 霍姆斯预计将会见证 最激烈的交战 那目前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 局势基本稳定 除了偶尔在夜晚的时候 会听到一些枪响 这是个别的武装奉子 试图制造混乱 但是局势很快被控制 12月1号 叙利亚总统巴什尔·阿萨德 在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 阿拉格奇士表示 叙利亚将继续在其所有领土上 权力和坚定地打击恐怖组织 叙利亚人民有决心消灭恐怖主义 巴什尔·阿萨德表示 叙利亚人民在过去几年中 已经能够对抗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今天的叙利亚人民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消灭恐怖主义 而来自叙利亚盟友和朋友的支持 对于挫败得到外国支持的恐怖袭击至关重要 他强调 打击恐怖主义 瓦解恐怖组织和切断恐怖主义根源 不仅有利于叙利亚 也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坚定地与叙利亚一起打击恐怖主义 并完全愿意为此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各种支持 阿拉格奇重申了伊朗支持叙利亚领土完整 与国家稳定的承诺 同时指出 叙利亚以前面临的困难 比现在要大得多 叙利亚有能力战胜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 此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突然发动袭击后 迅速推进 近三天时间就攻下了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拉格 那么反政府武装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为何能快速跺下阿拉格呢 相关内容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这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迅速南下夺取阿拉格 看似是突然 我觉得实则还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那么其实在叙利亚内战结束之后 叙利亚政府它所控制的叙利亚的国土 可能只达到原来的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的叙利亚国土 实际上不在政府和政府军的这种控制之中 多知反政府武装并没有因为内战的结束而消失 而是折服下来积蓄了力量 那么像在这次夺取阿拉格的作战中 担当主力军的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沙姆解放组织 它就长期盘踞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 那么它的实力很强 从这一次的作战中 我们看到它还有无人机 有改造的装甲车这种相对先进的装备 那么它的人员规模 规模也达到1.5万的这种作战部队 所以这个对政府军的作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从它的这个目的上来讲 我们以这个沙姆解放组织为例的话 我觉得沙姆解放组织 它不光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叛军 进行一些游击作传 它还希望进行这种军事割据 那么甚至在军事割据的同时 它还要搞地方治理 那么形成自成一体的一套军政实体 所以我觉得为了实现它这种长期统治 一方领土的这种目标 它是要不断地扩大生存空间 去夺取新的地盘 去为它的这种军政实体的成长 去争取更多的资源 连而来 凡政府武装不仅进入 续北部城市阿勒坡的大部分地区 同时南下与政府军在续中部城市哈马 发生冲突 甚至有直取中部重镇霍姆斯 以及首都大马士革之士 一条名叫M5的高松路 串联起了上述这些城市 可以说这条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以及沿线城市的得失 所以影响叙利亚国内战局的走向 下面我们通过新闻链接 了解一下M5高松路 以及公路沿线的几处重镇 M5高松公路全长400多公里 南端起始于叙利亚和约旦边境城市德拉 由南至北 依次途经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中部重要工业城市霍姆斯和哈马 最终抵达叙利亚北部最大城市阿勒坡 几乎串联起了叙利亚所有的重要城市 因此该公路被誉为叙利亚经济的脊梁 阿勒坡市位于叙利亚北部 位于M5高速公路的最北段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 这里曾经是叙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 2012年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 在阿勒坡市爆发武装冲突 在2016年12月22号 叙利亚政府军宣布完全收复阿勒坡市 叙利亚军方11月30号发表声明说 反政府武装在过去几个小时内 进入阿勒坡市大部分地区 哈马是一座位于M5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 规模仅次于大马士革 阿勒坡和霍姆斯 是叙利亚的第四大城市 现在叙利亚政府军正在哈马附近构筑防线 如果哈马失守 反政府武装将长驱直入前往霍姆斯 在哈马以南50公里 就是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 该地位于叙利亚中部 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贯穿叙利亚南北的大动脉M5公路 与叙利亚连接海边和内陆的东西向公路 在此会合 霍姆斯再往南约160公里 便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可以说霍姆斯是从叙利亚北部 通往大马士革的最后一个门户 外界普遍猜测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选择在近日 发动大局进攻并非偶然 而是与离异局势密切相关 来看总台 驻耶路撒冷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此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恰封以色列对离真主党 持续进行打击 并与伊朗之间紧张关系 不断升级之际 这也引发外界 对于相关事件关联性的猜测 1号 以色列媒体就援引 以专家的话报道称 续反政府武装的行动 并非偶然 而是利用和侧应了 以色列对离真主党 以及伊朗的打击 当天 一名续反政府武装指挥官 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 就证实 其此次军事行动 与以色列对离巴嫩的打击有关 该指挥官表示 行动的目的是为防止 所谓接受伊朗支持的 离真主党武装成员 从离巴嫩逃往叙利亚 并建立立足点 并认为现在是 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 另一位续反政府武装领导人 则在接受一枚采访时 要求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 所谓伊朗支持的目标 发动猛烈打击 1号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一次讲话中表示 以色列正在密切关注 叙利亚的局势 并将捍卫 涉及以色列的利益 以媒体报道称 内塔尼亚胡此前召集 政府高级官员 就叙利亚局势进行了讨论 并做好了应对 任何情况的准备 以媒体就指出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以色列向续反政府武装 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但是不排除 双方联手向续政府 离真主党和伊朗 共同施压的可能 此前有以色列官员就表示 一方通过俄罗斯 向续政府传递消息 宣称以色列严禁 离真主党通过 叙利亚走私武器 如果发现相关情况 以色列将对 叙利亚边境地区 甚至其他地区的 续政府目标发动袭击 同时以色列媒体认为 削弱叙利亚政府实力 有助于以色列在避免 与伊朗全面冲突的情况下 打击和削弱伊朗 在地区的影响力 但同时 以色列媒体也分析指出 如果叙利亚内战 进一步升级将可能演变为 更为广泛的地区冲突 特别是 如果以色列以打击 离真主党为由 持续空袭续境内目标 可能将引发离真主党 和伊朗的强烈反应 破坏刚刚达成 并仍显脆弱的 以利停火协议 使整个地区的动荡 进一步加剧 总台记者赵斌 耶路撒冷报道 对于当前 叙利亚的局势 外界表达严重关切 11月30号 俄图两国外长 就叙利亚局势通电话 具体情况 来看总台记者 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11月30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和土耳其外长 菲丹通电话 双方对叙利亚局势 表示严重关切 强调必须协同行动 来稳定该国局势 同时还指出要利用好 叙利亚问题 阿斯塔纳和谈模式 使其发挥作用 按照俄罗斯驻叙利亚 冲突各方调解中心 副主任 伊格纳休克通报的 最新消息 11月29号 俄罗斯空天军 在叙利亚境内的作战力量 消灭了不少于 200名反政府武装分子 30号 在俄罗斯空天军的支持下 叙利亚武装力量 在一天之内 消灭了不少于 300名反政府武装分子 从11月开始 俄罗斯空天军 明显加大了 对叙利亚部队的支援力度 11月9号 双方在阿勒坡省 举行了联合演习 演练了打击地面目标 俄军动用了 苏-24 苏-34 苏-35 卡-52 米8等型号的 战斗机和直升机 另外 俄罗斯国防部 11月30号发表声明称 以美国为首的 反恐联盟的空中力量 持续在叙利亚领空 制造危险局面 24小时内 在坦福地区 发生了12起 反恐联盟战机 侵犯叙利亚领空的事件 受叙利亚国内安全局势 变化影响 俄罗斯在蓄境内的 赫麦米姆空军基地 和塔尔图斯港海军基地 都提升了安全保障级别 上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洛瓦表示 美西方多年来 通过支持叙利亚反政府 武装和恐怖组织 持续在该地区制造混乱 目前叙利亚局势 骤然升级 接下来的战事将如何发展 俄罗斯 伊朗和黎巴嫩 真主党将会作何反应 相关内容来看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 执行院长刘新春的解读 现在政府军和反政府军 是在哈马正在进行激战 如果未来一两天 哈马也被反政府武装拿下了 那么下一步就会进攻霍姆斯 那么霍姆斯拿下来了 那么离大马斯格就很近了 那么叙利亚首都就面临 反政府武装的经过 这是2016年以来 从来没有出现的情况 所以未来几天 叙利亚政府能不能从其他地方 调集足够的兵力 来保卫霍姆斯 或者说叙利亚的外部的资源力量 特别是俄罗斯 伊朗和真主党 能不能投入足够的军事资源 来帮助叙利亚 可能比叙利亚本身调集自己的军队更重要 因为叙利亚现在在战场上 是处于不利的形式 昨天叙利亚是通过空军战斗机 来对阿勒泊的反政府武装 进行了空军打击 因为反政府武装没有空军 所以在空军这一方面 叙利亚政府军是有一定优势的 它的反击也主要体现在空军的打击上 但是在地面上 叙利亚政府军是连连失利 但是在过去十多年的叙利亚内战中 俄罗斯的空军资源 和尼巴嫩真主党的地面上的武装资源 对于叙利亚政府军是特别重要的 这也是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能够巩固自己的政权 能够困制叙利亚境内 70%的领土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未来几天一个关键的因素就看 俄罗斯 伊朗和真主党会 投入多大的资源 目前我们看到 伊朗和俄罗斯都投入了外交资源 那么伊朗和土耳其在接触 俄罗斯也和土耳其在接触 因为土耳其对反政府武装 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所以这几方来接触 试图从外交上解决 当年在2019年的时候 政府军和反政府军 当时达成停火协议 也是伊朗 土耳其和俄罗斯协调之下的 但是说如果未来 如果外交协调没有效果 那么外部力量军事上的资源 也看不到的话 叙利亚政府的处境就会很危险 此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在旭西北部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是与旭政府军事间爆发的 自2020年3月以来最严重的冲突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叙利亚危机如何演变 2011年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 要求叙利亚总统巴什尔阿萨德下台 示威活动随后在美西方的拱火下 演变为武装冲突 叙利亚陷入内战 政府军及其盟友与世俗派反政府武装 逊尼派反政府武装 库尔德反政府武装 以及极端组织势力之间展开混战 2014年美国组建多国联军 未经叙利亚政府允许即以打击极端组织的名义 派兵进入叙利亚 2015年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请求出兵 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境内极端组织 2016年起 土耳其多次派兵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的 库尔德武装人员 2016年底 叙利亚政府军收复阿勒泊 然而 包括伊德利布省在内的叙利亚西北部部分地区 一直被土耳其支持的叙反政府武装 和其他一些极端组织控制 随着他们不断改组和争夺地盘 在这一地区的战火从未停歇 而11月27号 李乙停火协议刚刚生效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就选择在此时大规模袭击阿勒泊 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看到了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对自己是有利的 那么在国际形势的方面 自从乌克兰危机出现之后 俄罗斯的主要经历就放到了乌克兰地区 俄罗斯从叙利亚还撤走了几千人 所以俄罗斯现在在经历上有点顾不上叙利亚了 那么在地区形势上 过去一年在加沙的冲突过程中 伊朗和黎巴伦宗党的主要经历是围绕以色列和加沙地区投入的 特别是最近三四个月 宗党党的实力受到了削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看到 叙利亚政府从俄罗斯、伊朗和宗党党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了 所以他认为现在是一个机遇 发起了对政府军的反攻 那么未来一段时期 如果俄罗斯、伊朗和黎巴伦宗党在叙利亚的投入比较少 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到叙利亚 那么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进攻还可能会扩大 此外叙利亚有分析人士认为 本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突然发动大规模袭击且发展迅速 不排除有外国势力在背后支持 续西北部局势仍有升级的风险 继续西北部